請坐 請坐 各位動心各位動志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很高興 我們已經進入第十五次的高級班 我們為什麼要上高級班 像上高級班這樣可以嗎 我跟你說 法理的東西 你要經常記清楚 法理的東西實在很小 尤其是六十八年來 台灣人將來都不敢說什麼叫做法理 只要用感情 如果中國人只要用歷史 什麼叫歷史 以前他們家的就是英文都他們的 如果不讓人都不準算 反正他有看到就是他 這是中國人的阿爸 這邊 我要上學生大生要向各位說 六月七七到六月七八 習近平去美國訪問 歐巴馬和習近平 在農莊 記八點前久 這是打法紀錄的 第一次 想說歐巴馬跟俄羅什麼 聽清楚喔 這是歷史以來沒有的喔 歐巴馬第一次跟他俄羅 他說 習近平是一個有果斷的人 就是說習近平是一個做事 加重的人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了解說 這邊的談判 尤其是歐巴馬和習近平 有說很多話 後來我回到消息 沒錯 他們說很多事情 其中有關台灣的部分 歐巴馬和習近平說幾句話 你中國如果要崛起 就是要爬起來 要變成是共的國家的時候 你一定要遵守國際法 因為中國人 以前到現在的為止了 不要遵守國際法 不要 在清條的時候 在清條的時候 因為他們遵守國際法 他們用國際法 在福建的麟江湖 用國際法去枯葡萄牙的上巡 而且還過了 葡萄牙的上巡 來背負中國人清條 背負他們很多錢 這超過一次 他的國際法是什麼 萬國共法 我講到萬國共法 有一個事情 你可能沒人知道 一七八九年的時候 美國的國府叫做華盛頓 美國的國務華盛頓 是不是 你如果知道 美國的國務華盛頓 請你拿手 你知道嗎 George Washington 沒錯 你都知道對不對 欸 華盛頓 也有幫忙做東西 不要行的 第一七八九年 把美國的國會做總統 他把美國的國會 做兩分切 不行 他不是不記得行 我是覺得他不是不記得 他是怎樣 他照照去看 他不敢行 這兩分切 經過兩百一十一年 才有這個華盛頓 他的紀念館 來幸福美國的國會 這兩分切 其中的一分 是什麼東西 你用不著 各位 叫做萬國共法 各位 所以 我今天跟你們說一句話 所有的美國總統 都很怕萬國共法 因為萬國共法 會憲著美國總統 很多管理的 尤其是這個國際上 是這個世界上 不好意思 有人聽不懂台語 不好意思 聽不懂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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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改用普通話 用華語 這樣好不好 聽不懂華語 請舉手 聽不懂 哈哈 聽不懂就對了 好 好 好 我跟妳說 日本語 好 了解 好 是啦 妳如果聽不懂得拿手 妳不能坐一點 坐兩點前後 坐到我去 我下去了 妳怎麼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 很好 聽不懂妳來跟我說 我才會跟妳 我會 講普通話 就是講華語 讓妳了解 我剛剛講到說 美國的國父 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喬治 華盛頓 他這一輩子 有欠美國國會兩本書 在1789年的時候 他向國會 借了兩本書 他當了總統以後 這兩本書 其中一本叫做 萬國公法 所有美國的總統歷任以來 所有的美國總統 都是怕什麼 怕萬國公法 因為萬國公法就是有國際法 這個國際法裡面 對於國家的限制非常的多 所以有時候 美國的國會 也會尋找美國的總統 做錯的地方 是不是有違背國際法 在經過221年一奧 美國的喬治 華盛頓的紀念館 才把這兩本書 還給美國的國會 那因為有這個事情 我特別要提醒萬國公法 那這一次歐巴馬跟習近平 見了面以後 習近平答應了美國總統說 中國也會遵守國際法 但是國際法包括很多 包括萬國公法也是國際法 同時他回去以後 在上個禮拜 習近平發表了一個東西 在中國的報紙是頭條 裡面寫什麼 他說 我中國要改革發展 中國要發展變成強國 不要犧牲任何人的生命 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再講一遍 歐巴馬 習近平回去中國以後 你好像有報紙 這個報紙可以證實 我所講的話 謝謝 中國的廣州日報 廣州日報 廣州日報的6月8號 這個是簡體字 他寫什麼 他說 發展不能以犧牲生命為代價 習近平講的 為什麼習近平今天他講的話 好像很有人性的樣子 可是由這句話裡面 你也可以感受到一點 台灣絕對是安全的 因為中國絕對不敢對台灣動武 那不敢動武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一次跟美國談判以後 美國總統跟他講 你中國要發展可以 我美國很願意 可是 你一定要按照國際法 其實按照國際法 第一個 在亞洲地區 在全世界開始掀起 國際法論述的是誰 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 從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研究得非常清楚 台灣要走出我們自己的路 只有一條路 法理 所以你看 5月23號 五月二三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余政生 他是兼政協主席 又兼上海市的市委書記 他對台灣的媒體怎麼講 他說 你只要民進黨不走法理台獨 我就跟你坐下來談判 各位 什麼時候 中華民國民進黨 講的法理台獨 從來沒有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中華民國的那一套 講法理台獨 法理台灣的只有一個團體 就是台灣民政府 他表面上是在跟民進黨講 其實跟誰講 跟我們講 那你在看 李克強 6月27號去歐洲訪問 他在西德的時候 鄭希德的媒體怎麼講 他說 他說 波次產宣言跟開羅宣言 已經將台灣交給中國 再講一遍 6月27日 李克強 他去帝國訪問的時候 他說 開羅宣言跟這個波次產宣言 已經將台灣交給中國 來 我們來研究一下 波次產宣言有講 他說他的第八條講 要遵照開羅宣言裡面所講的一切 可是問題在哪裡 開羅宣言是一個宣言 Decoration 可是全世界上沒有人以宣言 就是宣言是一種主張 不可能用主張來做一個法理上的軍庫 一定要用條約 記住 我們如果要保護台灣 很簡單 把全世界說 我台灣的地位如果要改變 你要用條約 你不能用宣言 宣言是嗎 Decoration就是說 我們兩個說的就準算 沒有那個事情 這塊杯子 不知道什麼人會放在這裡 我看他很害怕 我們的房司長也看他很害怕 我們兩個說 我們兩個用羊件 上來羊羊 這塊杯子你拿去 羊羊的結果是羊羊 這塊杯子拿去 拿去他喝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杯子 他主人 不是他也不是我 不是房司長也不是我 怎麼能說我們兩個人 做個好意 同樣的情形 台灣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一九 四三年十一過二六到二八 開頭宣言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什麼人 日本天皇 不是中國的 也不是美國的 也不是英國的 等於說他們三個國家說 這個台灣在這裡 我們三個來羊羊 羊羊給你 那就是宣言 政敵就是這樣 你不能讓他騙去 你建政的戰爭的時候 所講的是一種主張 主張就是說 戰爭以後 我們可能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可以 你要按照條約來做 好 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 結束以後 在1951年的9月8號 開了一個 究極和平條約的簽約 那這個簽約裡面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開羅宣言到底有沒有 沒有被這些同盟國 這些簽約的國家去執行 有 可是只有一個東西沒有執行 就是台灣這塊土地 他沒有辦法交給中華民國 理由是什麼 我看的秘密檔案裡面 是這樣講 當年美國 英國還有中國 簽這個三個條約的時候 敲開了宣言的時候 中國的代表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向他們兩個保證一件事情 就是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我中國不會侵略其他的國家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1945年的9月2號 一般命令的時候 除了台灣以外 還有一個越南 越南的地方也是交由蔣介石 去接受他們的投降 當然蔣介石接受越南投降以後 他很段時間他就撤退了 可是在台灣呢 有一點情況不一樣 因為台灣人在那個時候 很多人認為說 我們是從中國過來的 而且他的宣傳說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那為什麼美國跟英國 後來在開羅宣言 就這張和平條約裡面 沒有去執行 因為蔣介石答應人家說 如果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我們中國不會去侵略其他國家 各位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爆發 這個救了台灣 這個救了台灣 不是救什麼 這是救開羅宣言 因為6月25號 韓戰爆發 毛澤東派志願軍 進去中國 進去朝鮮 他進去朝鮮的話 他已經違反什麼 當時開羅宣言的 承諾 他已經 已經 已經沒有照開羅宣言的約束了 這個事情 在美國有開花 美國人也做得粉徹底 因為我為了要證實 中國違背了 當時開羅宣言的諾言 所以在1950年的年底 12月的時候 美國向聯合國提出一個議案 就是說 中國侵略朝鮮 經過聯合國表決 通過 也就是說證實了 中國實在是侵略了朝鮮 那個時候 中國也提出一個議案 周恩來派了武修全 帶領八 九個人的一個代表團 千里迢迢 從蘇聯這樣繞繞繞繞 繞到美國去參加開會 他提出的議案是什麼 美國侵略台灣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個時候聯合國跟中國講 可以 你要說 美國侵略的 中國的一部分的台灣 你要拿出證據 一直到今天為止 中國拿不出來任何的證據 所以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後來的中國 跟所有強的國家 比較強盛的國家 建交的時候都要求說 你要建交的條件 你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沒有一個國家承認 只有一些很小的國家 人數很少的國家 可能為了金錢這樣的利益去簽 但是這裡面的加拿大 表現得非常特殊 加拿大他的回答非常好 他說 第一 第一 我沒有辦法 在建交公報跟你講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一 因為台灣不是我的 不是加拿大的 因為台灣不是你加拿大的 他怎麼可以牽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意思是你聽 這邏輯上你們聽得懂 哪有可能說 我來幫你簽名說 台灣是你的 台灣就不是我的 所以我不能說台灣要給你 所以 加拿大講這句是非常的漂亮 第二 加拿大講 我不能干涉 台灣這個地方 他要歸屬誰 而且在就天和平條約裡面 也沒有割讓給任何人 剛才我們的副主席 在這裡開幕的時候 他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因為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救了台灣 因為 我是覺得 毛澤東去 派志願軍進去朝鮮 我是因為毛澤東這一步 走得非常非常的錯誤 所以李克強 他在德國 他講說 台灣應該是屬於中國的 是根據什麼 根據波特蘭宣言跟開羅宣言 可是問題是 過去 在6月27號 以前每一次 中國每一次講台灣問題的時候 他都說什麼 他說 台灣是中國內戰 國共內戰的結果 事實上不是國共內戰 你國共內戰的時候 台灣那個時候已經是日本人的 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 所以 因為 這個關係 我可以跟你說 尤其 這邊的 習近平 回到中國 他後 他的表現 跟他對他們說話 我可以跟你確定 一個事情 中國 已經知道了 台灣 絕對 沒辦法回到中國 所以 這個時候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就會更強烈 所以我們決定在7月1號 禮拜一 我們在自由時報 要登一個半版的廣告 上面要寫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因為 我們不要宣布什麼台獨 不用台獨 正常化就好了 正常化 什麼叫正常化 台灣的 這個土地 所有權 是像日本天皇 但是 他的這個 證領 管轄權 是美國的軍事政府 中華民國是 代替美國的軍事政府 證領台灣 管理台灣 如此而已 我們先把 這個位置先把 頂起來 再來 進行我們的第二部 說到第二部 那日本天皇 請問 日本天皇你要怎樣 因為日本天皇 日本這個國家 如果要嚴格他們 他接受 接受到三個部份 第二個部份 是什麼 日本天皇 第二部份 是什麼 日本政府 第三部份 是什麼 日本人民 我相信 我相信 泰洲 如果你不去香港 你不要分 日本很像你日本的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政府嗎 當然不是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政府 我有拿正義給你們看過了 有嗎 你們在初期版我有說過了 要再說一次就不用 要不要再講一次 要的請舉手 不要的請舉手 沒有意見是什麼意思啊 你們不能沒有意見耶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啦 要我再講一遍 請舉手 好 手放下了 哇 你們這有一點那個耶 左邊講 右邊進去 好 我再講一遍 為什麼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不一樣 很簡單 你看1945年9月2號 因為1945年8月15號日本天皇宣佈投降對不對 投降以後就要簽一個投降書嘛 投降書的時候 代表日本天皇的人是誰 當時的日本帝國的外交部部長 叫做崇光潔 來 看一看崇光潔 崇光潔 有看到沒有 這是投降書的全文啦 啊這拉下來 崇光潔 你要看齁 喔來 好 很好 崇光潔 你要看 你看齁 那邊怎麼唸 什麼意思呢 代表日本天皇 and 最重要的 這是AND啦 AND 什麼 日本政府 日本天皇 代表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兩個 所以可見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是不一樣的 要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日本的people the people of Japan 日本的人民 所以今天我已經跟各位說過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了 這屬於日本天皇的 可是日本天皇不能講話 因為在舊基丹和平條約 第一條的B裡面講得很清楚 日本天皇已經因為戰爭失敗 所以他必須要把國家的事情 國事交給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所以日本天皇今天不能講話 日本的政府今天可不可以對台灣講話 也沒有辦法講話 因為舊基丹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來看看第二條 舊基丹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Japan Renunces 放棄 前面的Japan 代表什麼 日本政府 Renunces 放棄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你只看這句 它不是放棄主權 它是放棄主權權利 為什麼說主權權利 因為 你看看這個right AL的後面right 教導你要加S 它沒有加上S標示說 一定是有一個部分放棄 有個部分它留下來 這個部分就是殘留主權 殘留主權坦白講 在國際法裡面剛開始是沒有 可是為什麼會有殘留主權 因為杜勒斯就是簽那個條約的那個杜勒斯 在1951年的9月5號就是 簽訂條約之前的三天 有一場很長的演講會裡面 他講的有琉球 他說琉球是托管 可是日本仍然保有殘留主權 其實琉球的地位跟台灣的地位是完全一樣 因為琉球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台灣因為在1945年的4月1號 實施了萬國憲法 萬國實施了明治憲法以後 受給台灣人的參政權跟參戰權以後 台灣這塊土地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的 永久的土地 神聖不可分割 所以琉球跟台灣是一模一樣 所以琉球如果日本擁有琉球的殘留主權 今天的台灣也是一樣擁有台灣的殘留主權 就是義務 剛才我們有跟各位說過 想說台灣已經變成日本的 日本的 領土 而不是講殖民地 你看看1947年的2月10號 當中的 叫義大利條約 義大利條約裡面的23條 23條裡面說什麼 1947年的2月10號 義大利條約的243條 這條你看 義大利 Renunces 放棄All Right and Title 兩個而已 日本放棄三個 放棄Right Title跟Claim 這個Claim的東西就是 Territory 領土所擁有的東西就是主張 這個 義大利放棄什麼 Somaniya 義大利的Somaniya Somaniya Somaniya 是義大利的 殖民地 所以Kogen 那殖民地的時候 可以放棄兩項 但是如果領土 放棄三項 但是不是當中放棄喔 因為 建政界裡面有幾個 簽名不能移轉租款 所以你說簽名 你就不能移交主權 所以 中國已經知道了 習近平 從歐巴馬所得 撿到一個消息 你怕你 你給你 美給你中國 你給你打 很厲害給你打 給你打到台灣 你佔台灣 不好意思 佔你不能移轉租款 所以你英雄 你台灣這個土地 你就吞不下去 你吞到久 有一天你也要吞出來 這是國際我的規定 所以習近平他也很聰明 他聽到這個話以後 他回去 他會去想 他也會去叫他國際法的專家 我跟你說 我在研究戰政法以後 中國也開始研究 他2000控制年開始研究 那時候有這個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要求武漢大學 國際法的專家找87的人 去研究戰政法 他也出一本搜 2000控告你出一本搜 這本搜 他也有好玩 裡面我拔 哇 好像不算外外找人 就炒出來 但是他好像欠一個東西 沒什麼 台灣他沒什麼 但是他台灣沒什麼 沒關係 我相信 如果他們的專家 一定將台灣的部分 一定有交給中共中央政治局 給他們看了 一定跟他們說得很清楚 台灣 已經不可能是在中國 這個孫子要怎樣 歐巴馬又強調下去 他已經沒有辦法 再對台灣這一塊土地 有什麼樣的野心 所以 我說你可以很放心 其他的台灣人外面的 雲雲眾生 無效 一點用處都沒有 他現在 很多人 內心的 人心惶惶 中國這麼強 中國一直在入侵到台灣來 不知道要怎樣 吳保雄去 簽約 你都沒想 吳保雄是台灣人 客家人 但是他去簽約 就算他去簽約 他簽的是什麼約 是中華民國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約 跟我們台灣人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都知道 但是你都 外面的人都煩惱 煩惱 唉啦 劉莫叫他拿去 你看 我美國人頭怎麼很好 美國 他為了不干涉這些事務 他說這句話 好啦 等一等一 你不要弄我 我的時間 我的時間很短 來來來繼續 我說 因為中國 中國一直 一直到現在 他現在開始知道 他打台灣 因為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那個圖那邊已經知道了 他現在知道了 他會減犧牲 他不會犧牲 現在不會犧牲的時候 美國有跟中國說這句話 聽清楚 我美國不支持台獨 我不支持台獨的意思是 我也沒有講說我不贊成台獨 也不能說我反對台獨 因為要看人民自己本身的意思 我不支持台獨 所以 美國憲主席 以憲主席來說 你任何要做台獨的事件 還是台獨的事件 美國一定反應非常強烈 所以他跟你說 台獨代表戰爭 這是美國的反應 所以我們這邊四月二五 法府台獨事件 我們剛才去撤到美國 美國要求 台灣民政府要來挖美國的首都 選擇台獨 很好大 對嗎很好大 我們那個影響 你們有看嗎 在我們的官方有台獨事件 整個從頭到尾都有 那些人都想說奇怪 他們在那裡選擇 他們說 秘書長你在台獨你也看不到 錯啦 我跟你說 2千塊十年的 很高的設備 我們在美國辦一個集會有 我們也一樣 台獨民政府也派一段人去 我也沒去 為什麼我沒去 因為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沒有護照 所以我沒辦法去 我沒辦法去 我都知道 你怎麼知道 CIA跟我說的 所以在美國他們所有的開花的事情 包括他們去紐約去英港 那英港有人要把 民政府吐槽的時候 那CIA在後面 坐在後面 用這個手 擋那個後面的屁股 點點 我真的耶 我沒跟你騙的 是真的耶 他們那些人 那些 台灣人 後面看 因為那個CIA 有很多台灣人都知道 看到他們都知道 這些事情我都知道 我都不敢說 這篇也是一樣 你怎麼知道那個記者會現場 沒有錄音 你怎麼知道那個記者會裡面 沒有爭狂 罪民的你為什麼要選擇 美國叫你去那個記者會 他絕對完全就準備了 你沒有教育藝術 你要自己說 我不要讓美國人牽著鼻子走 和錄音就有 我告訴你 所以我告訴你 美國 我告訴你 美國今天能夠稱為美國 在全世界占第一名的位置 是有道理的 我要告訴他 為什麼我們要聽美國的 這是之前我來講這句話 占領者的意志 就這麼厲害 占領者的意志就是命令 今天最快土地我占領 我說不可以怎麼樣 就是不可以怎麼樣 你如果要怎麼樣 我就把你抓來槍斃 不然你要怎麼樣 再一次見證 你怎麼知道美國 不要假的啦 台灣人不要假的啦 我美國我怕什麼 我就跟他拼 台灣人很愛說這句話 對不對 要拼才可以 你有聽到嗎 要拼你 要死比較快 所以我告訴他 我們要明知道 我們自己的實力啦 我們的實力 到底好啊不好啦 你沒有那個實力 沒有那個 台灣人也說幾句話 沒有那個屁股 不能吃那個蟹藥 你沒有那個膝蓋 不要吃那個下藥 你如果下藥跟外國 你一直 打拼都要耍的 所以台灣人喔 一定要學會 我們在日本時代 日本人 剛開始在台灣 把台灣人教育得非常好的時候 那一段時間 我們要去學習 中國人來 夭壽 中國人喔 縮謊啦 臭脾啦 什麼都有啦 哪 縮謂 尤其是欺騙 中國人有一個特性 跟台灣人不一樣 台灣人喔 都畢俗 這碗飯有好吃嗎 不好吃啦 不好意思 請你吃這麼多肉的東西 如果中國人是不好吃 都好吃 他很敢說 中國人敢講話 他講的不一定是實在的 但是很敢講 很敢說 你台灣人呢 明明都好 都說畢俗 所以跟各位一樣 你們在這裡受訓 很多人我看都很客氣 我的能力不強啦 我們不當官不好啦 怎麼會不好呢 當時陳怡來台灣 帶1000名的中國人來擔任我們台灣的主管 我們今天2300萬人 美國要求你4000名的主管 我們有什麼錯呢 今天你就算高中畢業 足足有餘 你說對不對 對 所以你不要認為說我的學歷不夠 不要這樣認為 你有那個心 你就能夠替台灣做事 今天我還不能 稱呼各位說重將官啦 因為你還沒有 畢業啦 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的稱呼就會改變了 我只能把你叫 各位動心 各位動志 因為你們還沒有到第三天 你們三天以後 我們會有一個畢業證書 結業證書 這一份結業證書裡面 我們已經開過會了 這個就是我們 台灣民政府的公務人員的任用證書 一輩子有效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越年輕來這裡越好 各位 請清楚 各位將來所擔任的台灣民政府 都是台灣民政府的 革命先行者 聽清楚 先行的人 不是叫你做革命先烈 革命先烈 死了 所以 台灣民政府沒有叫國民去結明 再說一次 我沒有叫你結明 你結明絕對沒辦法 你不要騙 如果很多人外面都跟他說 我們要革命 我跟他說 你做大聲 什麼人叫你去革命 現在 那些人 你叫他做財政 他就說你沒有騙 抱歉 我的騙是比你更大一點 但是你沒有騙的你做頭前 給他興起 如果過風興起 他哪會去 我才隨在你 西台灣人 不是說國際人 這些 頭上不清楚這些人 都在把別人的軍頭部 蒸酒塞了 台灣 很多熟義的鯉魚 有夠有 什麼有意思而已 那都是 真理 我告訴你 真的都是真理 所以 你如果想到這 你要 以台灣人 以前 古代 我們的先賢 周老來 話語 來做 我們形式的一些準則 現在講到哪裡 台灣這塊土地 已經是日本天王的土地 那整個日本來講 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日本天王 就這樣和平條約的第一條米 他已經沒有辦法講話了 所以日本天王 嘴巴 被 同盟國 把它縫起來 所以這不是別人講話 他別人講話 日本天王不能講話 沒有代表說 日本天王不能搖頭 或者點頭 沒有這樣 他只是不能講話而已 第二點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已經在就這樣和平條約的第二條裡面 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所以日本政府 已經沒有辦法直接管到我們台灣人 各位 所以美國跟你講 台灣是日蜀美戰 跟日本天王 是日本天王的 我們現在想說 跟美國很簡單 美國我們就告他就行了嘛 對不對 我們就告下去 美國法院判決五點 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點 台灣人 沒有政府 第三點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領域 第四點 台灣仍然在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中 第五點 要求美國的行政單位要主動的協助我們 台灣人 大家看我們 我們告了美國這個五點的結論 綽綽有餘 有了這五點以後 美國的問題我們解決了 玩日本問題怎麼辦 日本天王的大家都知道日本天王 東西9月8號 美國的國安單位送我們兩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你可以看看 就是掛在牆上的這兩張照片 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台灣這個土地 台灣這塊土地就是日本天王所擁有的 但是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之中 佔領我們可以解決了 因為我們有一支筆 控告就解決了 日本天王要怎麼 日本天王 現在紫邊天王他沒有辦法講話 日本政府 不能關難 各位 我如果對 但是 但是 你要讓日本天王知道 我跟你說 我剛才說話你都沒在聽 日本分作三個補分 日本天王你不能說話 好 你放在旁邊 日本政府不能關 第三個什麼人 日本人民 日本人 來來來來 日本人 你知道嗎 美國 出這個地步給我們 日本人民我們要怎麼聯絡 要怎麼聯絡 人家在外面 台灣人要關你自己 你自己要去打拼 我們是不是台灣人要打拼對不對 要打拼 對都很大聲 對 我跟你說 這就是為什麼你輸了我秘書人來的 對不對 因為我頭這麼好對不對 來 謝謝 我就開始開會 日本人民 日本的人民 日本的領袖 他們在現主席的日本人 裡面 他們有選舉也不是 他們有地方也有議員啊 國家有那個眾議員有參議員對不對 從那裡落手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從那裡要來打拼 要怎麼打拼 我跟美國說 喂 你美國你要出面啊 你要幫我們牽線啊 因為你現在 現在台灣人很多的台灣人頭腦裡面已經不清楚了 因為68年以來 68年以來 國民黨給我們的教育是什麼 日本竊戰台灣 糟糕 這個竊戰台灣 中國很會用那個文字啊 來遊玩這個遊戲 日本如果竊戰台灣的話 我請問你 日本天皇說要變成是我們的一個母國 你會要嗎 你當然不會要啊 什麼人要叫老爸是菜 那菜是我們的老爸你敢買 要的請舉手 不要的請舉手 你都不對啦 那就是菜籃也是你老爸的 不是 菜籃也是你老爸的 不是 再一次 那個菜籃 要認那個菜籃做老爸的 嚇手 要認那個菜籃做老爸請你嚇手 沒有的嚇手 那你若沒有的 我告訴你你那時候都要搬去中國 人家這個土地是那個菜籃的 當然那不是菜籃的 我先說 日本天皇說 我是按照條約拿到台灣的 我不是菜籃的 日本天皇說我不是菜籃的 我為什麼不是菜籃 我還用很多錢來建設台灣的 還在這裡面對現犯的 他怎麼是菜籃 我們的文精靈 對不對 要讓那個文精靈 做我們的 做老爸請你嚇手 現在你都不會了 你怎麼搞得多厲害就好 跟你說那是菜籃 你就說那不來 那菜籃不來做老爸 如果說那是文精靈 不會 大家都會嚇手 好像賣手 我跟你問說 郭台銘是 我們的老爸 買的人嚇手 大家都不會 因為什麼 叫一個人本來給你一額 如果叫一個犯罪 犯罪分子你就不會了 各位 法理的東西不能這樣 法理的東西 丟就丟 不對就不對 沒有那個空間 因為過去 六十八年 交由給你台灣人 你的房子 已經是一塌糊塗了 所以為什麼 我說 你就要去買那本車來房子 新台灣人 有新台灣人誰會嚇手 不錯 不然會嚇手 拜託的 拜託的 你們沒那麼聰明 你們沒那麼聰明 你怎麼買 我不是說買賣錢 我先跟你說 算你對賤而已 可以你可以買的 新台灣人 裡面有很多 你一定要去買 當然新台灣人 現在第2集 買得出來 就是我現在在網路上面 台灣戰爭史回顧 第1集 現在已經到79集 我都要什麼幾集 150集 現在已經 一天一集 喂 一天一集 你只讓你託就好 讓你託你理解 你就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所以 你說台灣的地位 很難 一下子說是殖民地 有時候又說是領土 我告訴你 真的是 不是那麼簡單 那不全神貫注 在這個研究 台灣的法理地位 你不可能完成 所以台灣 會叫 所有的憲主席 在各種 各種黨派 會彈入到今天 有啦 我也看到網上 有一些我都不具名的 不具名 那些人都為什麼 跟我們攻擊 跟我們攻擊 有的圖裡面就去相信 你看到 我的名字 林志興 如果要來跟我們攻擊 可以 你用你真正的名字來攻擊 你用真的名字 你用真的名字 我就會給你回覆 你用那個 那個不具名的 張山李氏 這種不是你的名字 我都基先合作日本名 不要來那裡 那都是中國人 甚至呢 也有什麼 有這樣五個人 集合起來 創作一個日本名 來 你跟我們吐槽 我有想想 因為 我也是說不簡單 從2000坑五年2000坑 才會嚇壞 沒逃走啊 沒逃走沒關係 又站到停停停 為什麼 我有法理 我所講的都是法理 我沒有用任何一個是感情用事 因為我自己很清楚 我在2002年的6月29號 偷渡金門鬥回來 從中國走回來 那時候我就已經 下定決心了 我嚇壞死的人你知道嗎 不然死 算 怕400公車 一顆 地雷都沒打到的人 緊問啊 那個 北山啊 我那個 登陸的所在叫北山啊 古靈頭 你有沒有聽過嗎 古靈頭的時候 那個 垃圾都 埋了很多的地雷 沒有清楚 夭壽呢 夭壽呢 把我扔回來 那個中國的批准 給我送到那邊 我也不知道 那個所在叫金門 只跟我說 你從這裡走上去 那邊就是金門啊 我就往那走 我一趟往那走起來 地雷區呢 那我看有沒有 400公車 一顆地雷就沒打到 在我的 前那禮拜 我是 6月29號 偷渡金門嘛 6月22號的時候 有四個 阿樂 也是 偷渡金門 今天叫做扁 我怎麼知道 因為 當時把我背上來的警察告訴我的 蛤 這是地雷區喔 我怕一條耶 我怕一條耶 今天怕一條喔 我怕一條喔 我怕就沒放到 因為 還有很奇怪的事 那是普通常事 我不要說 今天 心情也不錯就說到 因為看我怎麼這麼多人 怕怎麼這麼多人最多 我戳一條 我想說今天可能 二、三十個而已 哇 六、七十個 我看到怎麼超過八十了 欸 那地雷區喔 我爬不起來 因為那扇很軟耶 那個你如果開了海水浴場 別去海水浴場請你舉手 海水浴場 你都別去喔 我告訴你就聽到 他那個古凝頭喔 那個所在的那個扇喔 是幾十年 不僅是幾百年喔 都沒去清啊 所以那個扇 很多了 我 從旬子下來 只帶我一個人的旬子下來 後來喔 叫我去喝喔 後來就去喝 因為那個肚子 有海水的部分 那是硬的 喝到這裡 越來越少了喔 在走一走 走到山的時候 我本來穿皮的嘛 打下去 那種皮都叫拌去 山來叫拌去 那個沙喔 對被那個那個什麼那個 那個那個沙喔 把我吸住嘛 所以呢 走到第三步以後啊 我就沒有穿鞋子了 只有 不是事實講 有襪子 我有穿習 我有習慣穿襪子 那個時候 我不會說想要回頭去 把它撿那個皮鞋啦 現在一人走 每一人走一步 穿差不多兩公分 走一步兩公分 一直走到什麼 走到 這個世界的時候 各位 我爬不起來啦 現在哪裡啦 旁邊 都是一支一支 反登路的那個東西有了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不知道 有去金門的 行手 金門的有了 好 金門你們都會記得 金門的 所有金門的四支 他都一支一支 黑黑的有了 那都是梯子嘛 這幾個都已經生了 那生了一顆而已 還要坐的 就不可能坐的 他都生了 屁股 很堅 像要跟他休憩的 就沒辦法休憩 在那個時候 我想我死了 再來 我爬七點 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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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 澳門 就坐鑽子嘛 那一個部落 那村落 坐鑽子 爬到發佳的時候 把他趕下來 我走到那裡 我跟你說 你不知道要相信 什麼叫做 那個 暗告 伸手不見五子 有這個經驗你驚手 你絕對沒有了 啊 伸手不見五子 你們有啊 我告訴你 真的這樣 要看警察 看不到 黑的 都沒有 都看不到 這樣看不到 那個時候 我想我死了 雖然 我有 我有一個手機 在中國的手機 放在這裡 電話有在死 我在那 他用手機 是要打 國際電話嘛 我靠電話給我的 一個朋友 我的朋友 靠電話給 金門的 警察的 情務中心 我也跟他說 我跟情務中心 說的時候 情務中心跟他問說 你人在哪裡 我說我 我好像在金門 因為我沒有去金門嘛 因為 都在黑的嘛 四邊都在黑的嘛 但是後面有看到 黑門喔 那個電話 很多嘛 很亮嘛 你不知道有那個經驗嗎 但是我有啦 現在我說我不曉得在哪裡 我第一句話說 我要自首 他說 你要自首 你要自首什麼 我拖住金門 你哪裡的人 我跟台灣人 你不要開玩笑的 先生啊 台灣人對 人家來金門啊 你要自首什麼 我不是啦 我為中國走回來 你去哪裡 我不知道 但是我 我發現我旁邊都一支一支黑黑的 他跟他一句話說 先生 你不要開玩笑 整個金門就是一根一根黑黑的 整個門都一支一支黑黑的 他跟我說 後面 電話很長 他說好啦 我們會派人去找 他就派人來找 他就派人去找 我又拜託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 他就叫我 到今天為止 中國 禁止那個人去中國 金門人 前兩天啊 他才靠到我 林桑 夭壽喔 你現在做的過日過得不好 台灣民主做得很差 你知道我現在都不能去中國 因為金門 代表就是中國 不可以去看油漏通過就好 所以 那時候 我不是說 看手看不到 要坐到休息也沒辦法坐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隨時都會戴手帕 我七四人都戴手帕 手帕有啦 沒辦法 他站不住了 要回頭是沒辦法回頭嘛 那都是海水嘛 開始在漲潮 所以我用這個 扎個屁股 平的 一支一支 屁股的屁股 你知道我心裡 我就想 我拿這麼多錢 去中國島主 那整個屁股 像整個屁股這樣倒回來 有夠暗壇 那時候麥菜蓮了 麥菜 真正蓮下去 我告訴你真正蓮下去 整個屁股 拿幾個屁股的 7億5千萬的代表屁 那整個屁股倒回來 含這個名 可能要死了 我心裡想說 因為 這麼暗都沒辦法找人了 海水在中 那時候我看地上 都有星星 我 星星主我心中 所以我看著星星 那時候 我心裡是 麥菜蓮的 很懊惱 我說 我跟地上說 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行 但是我跟地上說 我提公平 你如果讓我換下去 我告過 這四人 後面這四人 我要替台灣 服務 要替台灣 很難來做工作 你不用打破了 人在絕望的時候說的 還真正說 我講算而已 我告訴你 這裡我們有 我知道我們有 宗教的 有基督教 也有佛教 道教都有 我告訴你 我絕對不說話 我的旁邊出現火 最沒有三、四十顆 每一顆三種石 我跟今天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個火 在我四邊走 我一直 看得 我衣衫不夠清 我一直用我的手 動手 動手 動我的真正手 我說我是不是在面膜 我師傅在做夢 我跟他動 我跟他說會聽 那不是表現 不是面膜 我這樣洗 真的 那塊 有大小顆 這樣洗 立法 差不多 當天想不到啦 我如果想想不到啦 有一點距離啦 洗 我鼓勵 我鼓勵才會洗十秒到十五秒 然後 鄉鄉 我請到一個聲 好像在畫廊 那個人啦 那個時候火就要撥一個水花 有人在幫我畫 我想說 那個警察來了 警察 一堆的警察 因為他們用那個 夜視鏡 沒有 他們看不見 他們就要跟我說 他們看不見 但是他們說 好像我的辛苦那邊 好像有光啦 所以他們讓我這樣畫 跟我說 我只是聽到說 手要拿起來 拿起來 我想說 真的就對了 金門嘛 戰區嘛 可能叫我導航啦 我只要兩聲手 只要看一家 頭想 看老公就好 對 那兩個警察 他在地雷區 他不在地雷 他會這樣洗洗洗 一人 一個警察 比較肚子 他說你爬不起來對不對 說是 我自己畫 我那時候他跟他畫 我第一次覺得 我怎麼這麼肚子 不知道 我來 他起來 那個警察 跟我們高山的同胞 所以我現在對高山的同胞 特別好理 你知道嗎 他們把他救的 這樣把他按起來 按起來的時候 他們才跟他問說 喝一口 我跟你請教 你怎麼把手都放這樣 我說你不叫我導航嗎 大家笑得不好說 他說你真好運 上禮拜 同樣這個地方 死的 阿朗 撞死去 我說為什麼撞死 這地雷區 所以 我就自己感恩 我撞不死 我 堅守承諾 我是2000控制年的6月29 頭肚金門 結論天八重來台灣 由那天開始 當然我剛才開始的一股月 我是肚子 因為喔 兩聲咖 那個蚵子 你知道蚵子 刮到這樣 那時候都不覺得痛 跟什麼時候才才才才聽 我先去牆牆的 彼得跟他做什麼 把他送去那個做 離婚 本來海巡的一直要把他關起來 海巡的對你們說 我看過你上個禮拜 他說他上禮拜有看到我 我你看到鬼 我台灣人 有一個朋友 在金門也算不睡 海巡隊說 你如果把他關起來 我就跟你有完沒有 你沒有完 有好呢 他才送去那個禮拜 我告訴你我到禮拜 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追心之痛 就是那個心中這樣把你刺 用那個症子把你追心 兩股咖 百幾股咖 他當時不聽 跟我這樣走到那個地方 那個面穿在那 沒電影過的旁邊我就倒下去了 痛到兩聲咖 我還是聽到 咪咪咪咪咪 但是我跟你說 很奇怪 那痛的傷分 三四天就好了 你看我幾乎 沒有我 一個廟就沒有我 三四天就好了 所以我如果感恩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 先去做環球電視台的總經理 所以我做總經理的時候 我每天都有半點錢過在罵中國 尤其 中國叫我媽媽 本來那個環球因為我叫人要賣掉 然後他開始要賣了 因為他要賣掉 他願意說我在那裡做總經理 我說不用 不用買 我做一年 再到九天 我選擇私立 我去的時候 我沒有討論別人 我只有一個人去了 三八十六天我都在做工作 然後我選下去 就是去研究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李定輝新生 叫我去研究 我們聽人家說 今天如果有台灣 有這個法例 要感謝李定輝新生 他如果沒有去 給我拍掃一下 李定輝新生 我們說實在 他說過都有 但是 如果這點 針對這點 叫我去研究 法例的建政法的 要做台灣 要給他計分一百點 他那個人沒有叫我去研究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四路 那個說台東 李定輝的公路 他不是說有幾項 第一 民主選舉 他是不是叫我們民主選舉 總統一選有沒有 但是這個總統一選 我是覺得公過各辦 怎麼說 那個辦 是怎麼 他有公路 但是另外一半 讓我們台灣人 打他公議 說他已經民主了 有選總統 這個不對 第二 但是 他讓你這個選舉 可以直接去選舉 這個對台灣的民主法 有貢獻 這我不敢說 他不對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說 第一 他叫我去研究法例 這一百分 所以 我們要感恩 雖然他沒有百分一百 但是 他這點 真真正 所有的台灣人要感謝 不然你想我怎麼有可能 就要去研究 建政法 沒有 沒有人給我拿出來 我做環球電視 要怎麼 罵中國而已 現在我說中國的軍隊是嫁 如果軍隊沒那麼強 要是嫁人家 中國就電回來 怎麼說 就買這個電台 要買掉 所以我就說中國 很興奮人說什麼 說他的軍隊 比美國 比較嫁人 他就 每一次我比較討厭 每一次我如果說到 攻擊到中國 的軍方 延遲的時候 夭壽 就跟他威脅說 我們這個環球電視台 我還要讓你在中國 還要讓人看得到 所以我現在已經清楚了 我現在用電腦 他現在沒得到 所以 你有一個中國國情報告是我的客 我要說一個比較小的給他們聽 這樣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我說十文章的 題外發起 但是我要向各位說 就是 公過來說 李丁輝先生 最近 最近 他又開始 又 亂跳跳 所以有很多事情 他所說的 過去他說的 我們要去想看看 尤其是 可以 發起來說 這個法例的事 李丁輝是100分 這我們不能夠陷 其他的事 當然 他的 官都 但是有一點 因為他有跟 那個 政府警告 打贏 政府警告 給他打贏 他說 我給你副做副總統 但是希望 這個中國 和他做來的 那些人 可以給他善待 我們今天 台灣民政府 對那些中國人 流氓在台灣 這些人 我們也一樣 會給他機會 不過 他是 測試 他不能參加 政府的選舉 所有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所有的官員 一定要台灣人 才可以 你如果說 中國人 要做 台灣人 可以 叫公民權利法案 年一後 你就要再選 說他要 效忠 台灣這個土地 你才可以 做 台灣民政府的 官員 這很清楚 絕對不是 現主是 中華民國 體系下 是 中國人 可以當高官 台灣人 只有能夠當部署 那是不對的 尤其是 這個選領的規則裡面 占領法的規則裡面 非常清楚 例如 你不能移民 台灣這塊土地裡面 你不能有計劃的 從中國移民到台灣 這是不對的 你不能改變 這一塊土地 民主的結構 例如 本來有600萬的人口 結果你移了100萬進來 當然他是跟美國講說 他們是逃難 OK 你逃難 我們也同意 你逃難到台灣 按照代理 這些人應該 住在什麼 難民營 結果呢 中華民國就改變的 難民營把它變成 眷村 然後告訴我們 這些人 是為了台灣保護台灣 為了台灣而犧牲 對不起 你不是為了保護台灣人犧牲 你是為了保護你蔣家的政權 在中國跟共產黨打仗 他從來沒有替台灣人打過一場戰 沒有 你自己講 在歷史上 他所謂的國軍有幫台灣人打過一場戰嗎 一場就好有沒有 他反而是跟我們台灣人打仗 日本時代 是我們的台灣軍 跟中國的國軍打仗 他沒有替我們打過仗 他從剛開始的時候 中國人就已經認清了說 你們都是戰敗國 台灣都戰敗國 我們從來沒有戰勝 但是台灣人 他不是說 在日本那個時代裡面 我們有一場 很了不起的戰爭 就是1941年的12月8號 12月7號是 偷襲真掛 騎襲珍珠港 12月8號 不是偷襲喔 我們從高雄的機場 零四戰鬥機100架 飛到 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 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 把所有的美國的飛機全部見面 很了不起 你們不用拍手嗎 我們打贏了不拍手 你說怎麼打贏 兩三瓜尾情 中國台北 中華台北跟日本打棒球有沒有 結果誰贏了 我們贏了 是不是我們贏了 對不對 我們是什麼 日本 那天在樓下 我才上過課在樓下看 日本的野球 講一句話 贏了對不對 那邊看的 我們這個童心 輸了 我不要站起來說 你們在幹嘛 我們贏了 大家說恍然大悟 Chinese 台北 Chinese 什麼叫Chinese 台北 中華台北 不是啦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請我們台灣人做傭兵 Chinese 台北的原文是 Chinese Chinese 流亡政府在台北 在這裡 所以Chinese 台北 不是台灣 不是台灣 那是中國 所以你不要搞錯 所以Chinese 台北 在奧運在什麼運 得到冠軍以後 一些年輕人 拿著青天白日的旗子 把他披在肩膀上面 到處跑 我還要笑 我們打贏了 那是中國打贏 我們哪裡有打贏 來 再說一次 你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是台灣人請你走 台灣人走 你說這麼台灣人嗎 來手工 你有台灣政府的身份證人請你舉手 沒有台灣政府的身份證人請你舉手 好 我問你 你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台灣出席的 不好意思 台灣出席的台灣人 No 你們把一本嗎 No 你取出證明來 佛靠 你的身份證監管什麼 你現在的身份證監管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對不對 來 你看那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沒有 你中國人 你嫁的你就有這張 你現在說的 你現在說的 但是你有這張 來 再來 你有這張 你不肯證明你台灣人對不對 看你來給吃什麼 來 給吃 中華民國有看嗎 有啦 你在講到什麼 阿扁 假的 把他放那兩次台灣在上面 放一個頭 台灣人搞不清楚說是中華民國台灣 你看看 那孽葉 中華民國 在全世界上面 我們台灣人被人家看不清楚這兩張 那你嘴巴講說 我是台灣人 可是你拿的護照 你拿的身份證都是中華民國 都是中國人 你聽我講喔 明年的今天 明年的今天 當 美國 軍事政府進到台灣的時候 他要你台灣人自己選擇 你到底是本土台灣人 或者你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或者你是難民 或者你是外國人 台灣會分成四大隊的人 你什麼人 台灣人 但是你要申請你那張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如果沒有 你是當作中國人 一定當作中國人打扮喔 到時候你有苦說不清 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 就像說今天 我們 什麼所謂的免簽證去美國 有沒有 美國的海關要問你 你說你是台灣人 請你證明你是台灣人 掏了半天身份證 那個護照 他說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國 上面哪裡有台灣 你再拿出身份證拿出來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 連公民都不是喔 你連公民都不是 你有沒有去投票 有沒有 都不敢說 都不敢講 有投票請舉手 我都沒有去投票 你都沒有去投票 但是你是國民 你不是公民 你看嘛 你有沒有招票 招票上面印什麼 你根本跳到黃河洗不清 所以外國人跟你講說你是中國人 你沒有辦法回變 現在說一個事情 可以回變 就是說 如果你在美國海關的時候 你拿出來 台灣政府的 身份證 上面是台灣政府 這條身份證 在我們這次 17的人去美國的時候 他們自己說的 在國會 在國務院 還是他們坐國內的飛機的證明 都可以用 不要說放的 說今年就好了 你今天在台灣買高鐵的車票 也可以用 為什麼 我們有10000名 有10000名的台灣人 已經領了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各位 變成說台灣人 有一天 等到有41萬人的時候 就像陳宇當年 在台灣 10月25號的以後 佔領台灣以後 他來管台灣 用1000個人來管台灣 那我們將來 台灣民政府接掌政權 我們要訓練4000名 這是我們的任入 因為我們在高等法院的判決裡面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美國問我們 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沒有 對 還沒有 沒有錯 因為我們人數還不夠 我們還在努力 我們這樣每一次七八十個 七八十個 做戲 你們不會死 但是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的幹部會死 這裡的幹部都會死 怎麼說 每星期要在這裡 今天晚上 你們不一定會睡得著 雖然你們已經睡過兩個晚上 初級班 今天晚上沒有睡得很好沒有關係 因為明天晚上你會睡得很好 但是明天明天的課是非常重 所以各位 我們要都知道 我們還沒準備好 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 我們要同心協力 我跟你說 台灣民政府這五個字 你在外面使用 我跟你保證 絕對安全 任何人 任何人 中華民國體制的任何人 都不能對你有任何的處分 到今天為止 從2006年的10月24號控告美國 到今天為止 中華民國的任何單位 都沒有 也不敢 對台灣民政府的所屬的人員 有任何的處分 再講一個實在話 我們這個地區 我們這個大樓 包括後面整個地區 我們一樣 當我們的旗幟放在上面以後 美國的國旗 美國的軍事政府占領旗 台灣民政府的旗幟 放在上面 以後 這個地區 等於是一個 特別行政區 那既然是特別行政區 你中華民國要適度遵照 要尊敬我們 我們跟他們 中華民國來講 今天 美國一再的強調告訴我 Roger 你要跟你們的同事講 你們是政府 你們不是party 不是政黨 那是政府 政府呢 整個台灣只有一個政府 叫做什麼 台灣民政府 那中華民國不是政府 中華民國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叫做什麼 台灣 authority 台灣當局 政府當然比當局更大 所以他沒有把你處分 你不要搞錯 但是 我還要跟他警告各位 你不能假的 有些人說 現在我很大的 去把警察搶聲 有人這樣 你不能看 那麼大 我們帶隊 去外面發傳單 年輕人說去把警察 他很難問 那兩個警察都菜鳥 菜鳥的意思是剛剛畢業的 那是刺牙牙 喔你台灣民政府 又去那邊 跟他們分拖 你們是流亡政府 你們是流亡政府 你們要離開了 我去兩斤就去那邊 那警察找不到你的空旁 你的宣傳車聲音太大了 來給你觸摘 當然觸摘 那時候 我們的法務大臣 法務的部長 我們的律師就出面了 來來來 都要去那個派出所說 南侃派出所 去跟他講 去跟他講 做筆錄 我們的律師說做筆錄 你是 你是警察而已 你不是警察 你是律師要做什麼筆錄 那警察聽到說 我都不敢做筆錄 都照料料 就要主管出來 好啦好啦 算了 我們的警察的事情 我們自己處理 你們的事情 你們自己處理 回去啦 回去 我都十幾次 每一次 尤其我們高砂族的同胞 最糟糕了 高砂族 義勇軍 做壞 跟警察都做壞 我再講一遍 前面不要跟中華民國的 當局對抗 因為你會吃眼前虧 對不對 他有權利嘛 他把你抓去 關在一天你倒霉的啦 反正他警察沒有事做嘛 把你抓來說 扣旁邊就撞不住了啦 不要啦 我們會打贏的仗 不要變成打輸 再講一次 我們 台灣民政府 所有的成員 一定要依法來辦理 我們最近還有一個很強力的措施要做啦 我們要發 汽車牌照 你們 你們聽到汽車牌照 有的就 啪啪湯 汽車牌照 我怎麼覺得高 我告訴你 還沒反 中華民國的 調查站 已經兩次打到的 讓我們 身體的酒店 你們要聽那個 經過的情形 要聽到嗎 要聽到的 都要聽到的 好奇 說到的 讓我們的酒店 你是 葉某某嗎 我是 你是誰 當然我現在簡短了 因為我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我要把它簡短 他說 我是 中華民國司法部的調查 什麼台北調查站 新北市調查站 我叫什麼 叫什麼名 我們的葉州長葉賢忠 OK 我打回去給你 聰明 你也知道 現在人家靠電話 跟你說我是調查局的 你要鄉親嗎 詐騙集團 好 現在我把他靠下 有了 真的調查局的 調查局 我證明你是真的 你有什麼事 有人檢舉說 你在賣車牌 說他在賣車牌 汽車的車牌 你說對 我在賣車牌 對 他問說 你買不買 一邊有一邊是六千塊錢 哇 你要調查完 還是座長 聽到很開心 犯罪者已經承認了 他還問他 他還問他要買不 但是他後面還說 他就笑不出來了 他說 我們 台灣民政府所賣的車牌 是按照美國官方給我們的執照 台灣民政府的執照 你看 美國荷蘭的 關風荷蘭的 這是 在2010年的10月齊市 下來 因為2010年 7月4號 我們 辦了 辦公室成立 經過三個月 10月4號 這張 TCD Foundation 台灣民政府的執照 美國的官方的這個台灣民政府的執照 我們所發行的車牌 我們的車牌是紅色的 我們的車牌是紅色的 中華民國的車牌是什麼 白色的 跟我們一樣 不一樣 以前我們沒有規定 我們的紅色 跟你的白色 我們會掛在你的頂管 要掛半年 這是怎樣 美國是說 你不要跟中華民國的 警察 退退的 才會發生衝突 我掛兩期 兩個白癞有什麼不對 半年以後 那個白癞才把它拿掉 你說美國這樣有聰明嗎 聰明你要給他拍手 你沒有拍手是可能沒有車的樣子 對 白白的 對 半年以後 所以 因為你剛才開始的半年 你的白白有保險 對不對 你紅白 現在美國要幫你保險 你紅白還要保險 對不對 那時間有一個落差 對 有一個落差 美國人 他在想 都很周全 不是只有你自己想而已 你不要靠你自己想 那是不對的 所以 我們的車牌 不好意思 一桌只有100桌而已 一桌只有100張牌照而已 找酒店 你 如果沒有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不可以申請 因為這個東西要配 台灣身份證 還有行車之照 行車之照我們會發給你 跟車牌 這三個要齊備 同時要有一個保險 四個東西都要有 才能發車牌給你 萬人有車 有車後 美國的保險公司來處理 沒有問題 但是又規定 車牌給你規定 交通規則必須按照 流亡政府的守則 跟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監禮處的交通規則 所以你兩邊都要遵守 你不能拿到白利亞 紅燈我們可以闖過去 不行 我先說 再來 不能喝了酒以後去駕駛 酒駕我們儲物會比中華民國嚴重 我先跟你說 變性 對 所以我們是絕對 不允許 發生酒駕 不行 絕對不行 所以因為你拿台灣民政府的車牌 時 我們說每一支有100支 我們會經一天 全台灣這幾千車的車両 把它集合起來 來遊街 這樣說好嗎 我們沒有要示威 我們只有遊行而已 要讓那些公圖的台灣人說 奇怪 怎麼都這些車牌都紅的 我們還寫一個TCG 台灣民政府 因為外國人不知道 你來收音也很多人不知道 你來收音也有很多人跟你說 你去喔 要注意喔 叫你去喔 不用擔心啦 如果要抓就先抓我 2000港五年到現在就沒辦法抓 哪有可能說要來抓你們 如果抓我 我覺得事情很大條 你要什麼 我顧美國的人 美國如果抓我 當然是抓歐巴馬 我是美國的軍事政府代表 放心啦 所以我們現在上次 下的事情是 國民黨一直想辦法 要將我們速度拉扭扭扭扭 人民黨就想辦法把你們拉扭扭扭扭 我們的論述 他就黑白跟你說 我真正跟你說一個事情 這邊就好了 這邊的事件 喔 謠言一堆啦 說我是中國的特務 第五中隊 我跟有姓中國人 跟有姓 我的北京話講得怎麼樣 很爛 沒有憲實 沒有憲實 沒有錯啊 對不對 什麼說我太太是 你喔 是 是 誰這樣 要去帝國 帝國收分 親戀啦 啊 洗什麼 洗錢喔 來 我跟你說 我介紹我們太太在後面 來 請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 幫救人啦 幫救人啦 是啦 幫救人啦 4G幫救啦 他媽媽那邊是 做 老闆 新增啦 他媽媽的新增啦 他就知道 他4G幫救啦 當然我不會說主機啦 啊 新增喔 先帶他媽媽那邊 台灣人呢 他那些火口停本喔 比沒有人都比較高啦 是怎樣 大家族 然後帶下去 台灣很久了嘛 含這種的微音都說得出來 竟然有人會相信呢 喔 我想說台灣怎麼這麼傻 這實在是很好片的 台灣也是很好片 所以喔 沒怪台灣有這句話 好片 壞家啦 這壞家就要 高級班 土級班 六天 你又不一定學的那樣 學的喔 還在那邊啦 所以各位啦 你不是說法律很簡單啦 法律不簡單啦 我今天 我們這個高級班喔 要跟國語講的 日暑美戰 就是獄子本田農 當然這個獄子本田農 這個經國的 那個 那個 論述喔 我在 我們的83批到84批 台灣戰爭史裡面 這是你看我們的網站 來 網站出來 網站現在是大到79批 來 我們的官網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台灣戰爭史回顧現在是第79批 你有看到嗎 我在83到84 在這兩集裡面 說日本田農 有台灣的主權的理由 在83到84 所以你們回去以後 拜託一天最沒要去看一次 這個Paul Mets 這個Paul Mets 這個人 這是一個美國人 這個人 這個人 他是法行的報酬 他猶太人 這個人他有看到 很多很多 的機密檔案 因為他們哥哥 在美國是職業的 律師 跟我們的官網也很好 他呢 也常常去替我們寫文書 他寫這筆文書 你如果好好打開 當然 他的這個 漢文的基礎 沒有很好 但是呢 你慢慢打開 你就發言說 你會發現說 Paul Mets這個人 真的對台灣 是有很深的研究 很值得 大家 去做參考 所以這個Paul Mets的文章 包括 我現在給各位預告 第83篇到84篇 日本天皇的主權 在這兩篇文章裡面 我對日本天皇擁有的 主權的意義 我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各位 你只不過在這裡 受高級班的訓練以外 有很多事情 一定要做筆記 但是我看各位 你都沒有你做筆記 都這樣聽著就算了 所以我跟我說 你一定要去買 新台灣論 因為新台灣論裡面 就是你沒有在上課 你平常在家裡也可以看 說到 美國跟這個 日本 對我們台灣有什麼樣的幫忙 日本現時 開始改變 怎麼改變 日本因為 進行失敗 他打敗 大的敗仗 所以日本人 我常在取笑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常常到我們這裡 也沒有來上課 我跟日本人講 我說如果 你們將來 有一天你們 死掉以後 打開你的胸部 我發現沒有膽 沒有膽 他們就在笑 為什麼沒有台灣 我說你們看 你們現在 真的日本人的地位 你都不敢說 甚至 日本現在 過期 安倍晉三 動算 第二次的首相 一情 整個日本那個時候的氣氛 充滿了左派 甚至他們認為 日本天皇 我們不要尊敬 因為說日本天皇 每天都沒有事情好做 吃肉贏贏 吃我們的水金 我跟你們說 你們這些日本人 實在是 日本天皇的 惡劣的子孫 你們都沒有想過 日本的四個北海道 本州四國 九州這四個島 是誰的 日本的四個島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我們在台灣 受的教育 是民主教育 我們已經忘掉了 台灣這塊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就像中國人他們忘掉了 本來中國的土地是誰的 是皇帝的土地 是清朝的皇帝 明朝的皇帝的土地 政府只不過是 皇帝指定的 首相 去管理而已 這整個制度是這樣 這我都忘記了 英國到今天還是一樣 英國對英國女皇怎麼樣 非常尊敬 因為英國女皇擁有那些土地 然後再讓你人民 選出一個 總理 或者是首相 來管理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天皇把這些土地 來交給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來統一管理 大家已經這個觀念已經丟掉了 因為受的是美國的這種西方的民主的觀念以後 他們已經說台灣人最大 人民最大 人民會最大嗎 這有點類似 你們家的家 你們家的家 你們阿公 這間家 是你們阿公的 就是你們阿公的 不是 你們阿公 有一天他要討論 他說 這間家我來交給老二 可以嗎 可以 其他人都黏黏的 一樣 日本天皇說這個土地 我要交給什麼人管理 那個人就是 他指定的人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你想到台灣這個土地 我經常 你把各位在土地上 經常哭氣 我經常跟他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他拿手 哪一半以後才拿手 因為這幾個聽得很爽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但是我又問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就沒人拿手了 這兩國跟不一樣 台灣是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人的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兩個都不對嗎 因為國賓飯店 你如果拿不出所有權狀 你就不能證明說 是你的嘛 對不對 你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權狀 不是你台灣人的 很正確啊 生命人的所有權狀 你看野宿嘛 麻煩掉了 你有看到嗎 國賓飯店你如果退房一要 那個房卡的失效 所以各位 有很多事情在法理上 對的東西跟不對的東西 但是我們台灣人分不清 所以台灣人說 我們台灣人自己來公投 看這塊土地是不是我們的 美國說 不能公投 台灣人要公投可以嗎 租款的問題 要怎麼公投 我請問你 這塊土地有租人 你不問租人 更何況你這塊土地 有兩種人在住 一種是 本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另外一種是 流亡在 台灣的 中國人 很難民 所以 他說你不能公投 如果你要公投 要問日本天皇 現在我們在做的工作 台灣民政府在做的工作 就是要跟 日本人民 因為日本天皇沒有說 就要跟日本人民 所以 我們每年的十二月二十 到日子 都去建國神社拜 12月23號 就是日本天皇的 生日 10月21號 我們去建國神社拜 12月23號 日本天皇生日 大家去 逢宮 逢宮 我跟你們講解一下 一年一百五十歲 日本皇宮優勢以來 日本皇帝沒有運輪 日本旗以外的旗子 在裡面 在美國人也不可以拿旗子 英國人不行 像運輪什麼 台灣民政會的旗子 走進去 你看 這兩次了 去年一次 去年我們有兩百二十萬人去 在皇宮的前面 去台灣民主 你不是人 就是我們剛才站在日本天皇 那是最大的一張 你看看最大的一張 你看看日本皇帝在這裡 這也好聲 這是他的媳婦 這是日本天皇 日本的皇后 我們剛才在日本天皇 剛才三十公圈的所在 那一年看 兩萬幾個人 連續兩年 我們都站在他的家庭 為什麼 那有安排嗎 對 如果沒有安排 怎麼會讓你這樣 你知道喔 日本人 對日本天皇 好丟的時候 因為就跟日本天皇 要他祝福 在那一年 冬的天 十四月 要落水的天 兩天 在那站兩天 跟一日 我們還有騎兩天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們台灣人 是日本天皇的什麼 新民 村民 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什麼 國民 因為 日本的民地憲法 叫修改 不要再改一個 已經是日本的大大國了 我們今天的台灣人 要是日本大大國的 國民 新民 所以 日本的公立廳 有把那些警察交代 要安排我們剛才站在日本天皇上 請民 所以 我們那天去 拜堆的時候 我們是變成仙頭部隊 那個人最你不知道有還是沒有 我們的仙頭部隊 我們最萬高的 騎在頭前做仙頭部隊 那是何等的光榮 現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機關的警察 怎麼會這樣 那些仙頭部隊都叫我們走那麼慢的 讓我們在那裡騎 那都給你安排好洗好洗 所以日本天皇已經知道 和日本那些警察也都知道 上台前一年的時候 那些警察不要讓我們走機子 但是 跟在關口的時候 公內天卡一個東西 可以走進來 那日本人也莫名 所以前幾年 我們日本的時候 走那些機子 在那裡的時候 那日本的機子 撞下去 走一條 那些啦 哪有人走北中的機子 我們那些機子 我們剛好紅的嘛 中我們的紅的 青的布 都塗 用顏色塗 紅色的 那天堆民的 日本的 記者 走一條 我拍照 拍錯了 跟第二年的 他就知道 第二年 就放給我們 他就叫這年 送給我出來 前一年 我說愛唱前一年 前一年的產經新聞 朝日新聞 出來的機子 說奇怪 那些機子怎麼不上 比對看 我們的機子都變成紅色 因為前一年 那個機子不知道 腿 他說奇怪 日本的香港 哪有可能 第二種的機子 在裡面 現在他都知道 所以今年 八月十二到十六 我們要派三十二的人 或是六十四的人 去日本 這邊要去日本 做國家大 怎麼做 很簡單 八月十二 我們出發 去歐斯卡 台瓣 住在台瓣 結論工 用伊拉瑪斯 坐去 京都 靠道 日本的民地 風地 的靈情 在那 要走 我們這邊的當中 衝來跟日本人 我跟全日本都會 櫃子開開 你台灣人 怎麼去跟日本天皇走 因為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 新民 新民很大 你不能說 不是國民 國民的 所以 十二月 八月 十二 出發 十三 騎他走 那個月報 要坐行甘線 一般的理由 沒有坐行甘線 行甘線很貴 行甘線 那一座 京都 坐去到東京 要一萬兩千幾塊 日幣 十三到十四 靠早 去 做 昭和天皇的 靈寢 去走 因為昭和天皇 是 民地憲法 會 在我們台灣 所以他對台灣人有功 他走 然後那個月報 要去政國神社 要去預言 為什麼要預言 因為那一天八月十五 那天導航 那天有很多 黨人 很多國家 都會去 所有全世界 記者都在那 我們這次好好的表現 民政院都想借 情意識 現在 我們要託借文 我跟日本說 我們要騎頭前 日本說 你們騎頭前 我們日本人要騎頭前 我抱歉 我也日本人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新民 你只是國民而已 國民騎頭前 他都嚇到 所以 安倍晉三 他說要快點收現 他要修憲 我相信 他現在在選舉 還沒選擇 他修憲 現在在選舉 他們的參議院選擇 我鼓勵 主民黨 會贏 當時主民黨 184 米國就跟他講 說主民黨這次 會340幾席 他還沒說 跟他講的時候 我呢 聽著 聽著聽著 哪有可能 因為 眾議院是480席 340席哪有可能 算到哪裡 340幾席 美國都要得到 美國當時 geliyor馬英九贏 贏贏英文 贏幾票 80萬票 20000 2011年的 12月31 我 在我們 旺年會上 選操的 那選操的時候 什麼人中心 大家都不擔心 我說 馬英九贏贏英文80萬 大家都在 是 不好意思跟他 正面說而已 後來我向他都笑 但是選舉要怎樣 80萬 我不是在那裡說的 我們就贏大有證明 紀元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有的人你說你跟我們吐槽 林母母 什麼美國CIA 那都是嫁的 我又說嫁 要不然你在那裡幫他解釋 我那時候 我買說贏5萬 贏50萬 剛才說贏80萬 剛才贏79萬8千幾 這時候 更是贏80萬 我還要去穿多少票 這樣就準不 所以我告訴你 不是我黑路美國 但是比較實質 美國對我們這個地方 對日本這個地方 全面掌控 所以中國如果比較聰明 不要跟美國 我還要去騎機關 你如果是照建政法 應該幸福我們台灣人 幸福我們台灣人 你說好不好 好 所以 今天拜六 中途十二點 做世中的會來 我們的世中是 我們的動心在做的 頂民衫 十八 世中 兩張褲 一張褲 這樣五千 十八的是 一張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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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 你如果有 有要做的 因為 特別說 你如果像國旗班 一台差不多都要做 因為我們有很多 活動 都是要穿這個褲 你如果有褲的 你就不用做 如果沒有褲的 我自己建議 要做一點 隨時要穿 尤其是政治局 事務局 辦都是官員 我們的 座 官方 官服 就是黑色的西裝 我這張褲 衣服 不是 因為我一天 要穿來穿去 所以 我是希望說 因為你在外面 在做 如果真的去買 補給五千 我們聽得懂 這張褲 在做 應該是還可以 那是我們的學員 所以 你如果 要做的 明天在中島的時候 在我們的 辦公室那裡 有在做 今天 現在已經是 又在十分鐘就十點了 我想我 這張褲 要穿到這個地方 我再說 一次 強調一次 這建政我的東西 我是希望你們 可以每一天都有 一本的新台灣論 你新台灣論 看了任何問題 在我們的網上 因為你們 我們這裡的行員 都是可以提出問題 我在網上 我會回答你 找出問題 幫你問 你如果在外面 要跟人家說 有那一本的時候 你就不會 遇到 不會去遇到地方 我們稍等 我們的餐廳 我們有準備 一些 消躍 可以去試試看 後面 後面 那個女兒的宿舍 那個浴室都做好了 可以洗手 那是 有十三間 十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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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廁所 有七間 小便堂 五個 現在呢 可以說這個設備 已經逐漸 加強 你們看 那都是新的 我拜託各位 那些 有些東西 不要 蓋到水坑 在公共的地方 不要黑白 個人的衛生 要注重 好不好 你衛生紙 不要蓋著 這樣不好 因為你蓋著 就要再清 海膊後面的人 這樣不好 衛生習慣 因為我們所有的官員 都要自己 注重 整潔 衛生要更好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請起立 起立 學校休息